妳品嘗我的腳有臭嗎? 妳品嘗看的啦 沒有我品嘗你的,妳也品嘗我的 妳品嘗一嘴就好 沒有我品嘗你的一嘴 來啦 妳品嘗八點嘗 來 這香的耶,沒有妳品嘗我的 臭白 阿嬤妳在炒什麼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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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妳在炒什麼? 妳在什麼? 不知道,她在家拿來炒 炒三四張,這個炒得了 阿嬤妳這樣刮眼鏡這樣看有? 炒看 阿妳在炒筋的時候都想什麼? 妳好? 我就這樣,一盤我就放一盤就炒 阿當有效 就炒一盤 炒一盤 炒三盤 不然就不要燒,裡面就真的不早燒 還在炒得這麼久 還在炒? 阿炒一盤會比較好燒嗎? 炒一盤,我再炒一盤,我再去燒 阿嬤不知道在哪裡 妳知道嗎?妳剛才倒燉連一盤 經濟都放下去 真的嗎? 對啊 當然阿 我收都放下去 當然阿 有自己放到小時候 這樣 老家房子開出去賣,沒想到很快就賣掉了 雖然有延後三個月交屋 但蓋房子的進度還在咕咕咕啦 這是媽媽準備要交屋前的影片 我只能說 這輩子沒有搬過家的人 永遠不會體會 斷、捨、離有多麼重要 家裡只進不出的購物狂 這一刻會深深的體會 到底買這些廢物要幹嘛啦 我跟媽媽說 新家除了隨身的衣服以外 一件舊東西都不准給我帶過去喔 都要住新房子的 還搬過去舊東西 不行不行喔 可以慢慢把 東西捐贈給需要的人 新的空間 就必須要有新的生活 所有的東西都必須是新的 重新就是要有新思維 斷舍離必須必須喔 哼 每樣東西都要阿嬤親手丟掉她才會甘願啦 那你為什麼現在變那麼會收納 我好高興喔 你怎麼那麼好教喔 真的很乖耶